好 進入到這一段的節目 剛剛有提到 其實META昨天晚上公布的財報 狀況是很好的 也帶動台灣的科技股 老實說 這一波美股的科技財報 沒有人是差的 只是對前景的展望 有點影響到台股未來的後市 不過今天大漲了442點 目前各專家還是定調 在短線的反彈 如果是反彈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還賺得到這波反彈嗎 就要來請教這一段的三位來賓囉 第一位是國寶級的技術現行大師 杜金郎 杜大師 好 杜大師在這一段 繼續幫我們去講解 到底費波南希來了 那我們該怎麼樣的應對 另外 大家有注意到 牌面上最熱門的是什麼嗎 營建指數還是持續的創新高 機器人因為日圓在升值 台灣有競爭力喔 所以機器人概念 今天也很厲害 還有就是外資在看好散熱族群 今天杜大師一個一個幫我們做點名喔 好 第二位 有點久沒有來囉 就是我們的古琦小王子翁世俊 好 世俊今天來 趕快來幫我們看一下齊全籌碼喔 因為今天外資雖然現貨小買 但是期貨空單增加4000多口 到底要怎麼樣喔 一直空一直空 但是今天世俊也會就這個抽馬面喔 告訴大家 所以這一次的反彈 我們還是要保留一點的謹慎 他從基本面幫我們看半年報 半年報好的 欸 位階不錯的 前景讚的 其實就有機會繼續長上去 另外提出一點小小的建議 有一些狀況比較不好的股票 現在是一個太弱流強的時局喔 好 第三位是我們Smart致富的總編輯 豐哥 好 豐哥我們常常講喔 我們有富序哥我們也有豐哥 這兩位都不看盤 豐哥也說要不是為了上你節目 我也不看盤 那一看之下告訴大家 今天來給大家一個套餐 什麼套餐 三條龍的套餐 因為最近科技的ETF 市值的ETF 高息的ETF 都往下跌 只有債券ETF往上走 豐哥說最好來做一個三條龍的配置 在下跌段配好配滿 等到恢復上漲的時候 嗯 你樣樣都賺得到喔 好 首先有請杜大師 欸 賬王 好 杜大師 台股今天把季線給收復了 好 但是大家最一天而已嘛 一天我可能也來不及買嘛 要確定談到哪邊 我還來不來得及上車對不對 喔 你今天的責任很多喔 你要告訴大家法說 在低檔轉牆的機器人散熱這種超熱門族群 現在的操作模式 好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今天啦 今天最主要是科技股大漲嘛 所以尤其是飛達大漲 所以來講整個大盤在跌下來以後 這個科技股就全部的大 這是跌神嘛 所以強勁反彈 一般來講大家記得股票市場有一種現象 什麼現象 緩慢性下跌 漲的話急漲 就像現在 好 緩跌就會急漲 對 慢慢的跌 漲的話漲很快 多頭市場是緩慢性上漲 跌的話就跌得快 那台積電的話這一次一樣 我一直認為那個大盤很簡單 你只要看台積電 漲也台積電 跌也台積電嘛 那台積電這一次是相對比較稍微弱勢 你看看今天大盤漲了四百多點 台積電的K線是怎樣 開高走地 而且他從那個最高點那個969 一直砍了二十幾塊 砍到兩百 九百五十一 後來才拉下一線 就是大概以外資為著 那個台積電為著網 那今天前一陣子得比較多的就是光達 今天漲很多 因為這兩隻我都有 所以昨天這一個是高興 今天這一次高興 真的高興 因為我們這個股票市場都是有一個倫理 漲多就跌 那個今天少漲 跌多的今天就強勁反彈 那宏海也是很強勢 所以今天少跌 那官保他除息晚又一路跌 所以你看他今天華碩會不錯晚又就漲平板 他之前比較多利空 再也不發了 而且他是除息晚又就一路貼息 那所以今天他強勁反彈 那連電這一波也修正 因為以前純索自成的話 大家稍微讓他修正一下 今天你看 華碩會不錯 強勁反彈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那個股票的漲跌 跟他以前有沒有跌很多 那整個大盤在做反彈的話 他就會比較強勁的反彈 所以我們經常講說 位階是任何事件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判斷的那個遺跡 是 好 所以位階現在變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是走反彈的格局 對對 臺幣我們剛才有講過 就是說到這個三十二點九三就最新的 那希望這一次臺幣這邊紙貶回升 不要不要破三十三以後 因為再破的話三十三跟三十五點三 那這樣就代表臺股 可能又會玩下一集中 要不要跟另外一個金融講一下 好啦 我現在自己央行那邊站著 站著 舉一個牌子 舉一個牌子 說希望你要央行要出面 因為已經破了陽金融環線了 以前彭總裁環線三十五點三 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標準 就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他在外商 他說他這一次易估三十三 短期應該會稍微正 現在差一點點 另外我剛才有講這個量 我因為一般來講 我以前在畫這個台幣的日線圖畫 我有感覺一個東西 只要量會冒大量 不管貶值升值 只要出現異常的大量 那那個貶值就會變成升值 升值就會變成貶值 所以我都有特別畫一個量的東西 大家可以這樣考慮一下 那大盤的話我們講這個出生端 真的非常巧 我們認為會冒卵機 真的來 而且來 跌了2500多點 那我們認為 我們這小坡 因為我們所謂的 我們有職程一般都是看三天 那三天完以後 因為現在漲 那再往一看一下 這條基線 有沒有 他現在漲的話離這個基線很近 有沒有 所以來講的話 我們還沒有這麼大膽說他已經脫離 而且他基線已經是第二次來破 如果加上年初的1月8號跌的話是第三次 這邊是第一次 這邊第二次 如果加1月8號 我們不是選完總統跌800點 這個已經第三次 那按照以前我做技術分析 基線大概兩次的支撐 那如果第三次的話 彈上來再下去 這一條基線就沒所 再來就往半連線 它只負責兩次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以前我統計的資料 連線有30 所以到連線的話 你盡量去買 沒有問題 第一次也會強勁緩彈 第二次連線緩彈到一半的話 你就大概他就會下來 可是第三次你就不要 這是我們大概 那另外來講的話 基線他彈上來 因為他現在扣底四月份兩萬多點 所以基線每天 現在還漲二十幾點 所以目前來講說 這個基線爭頭戰 如果說不是政府在那邊稍微撐一下的話 這次下去往右 他應該往下一條線 那個半連線 你看那個會半就是半連線 那有很多的股票 這是我們大概對基線我個人的看法 是 那他這一次會破 就代表說 這半年來基線已經撐了好幾次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就看三天有沒有破 那目前應該是沒有破 那一般跌的話 我們兩千五百點的話 大家很簡單 三分之一 大概八百一點 二分之一就一千二 那你今天已經大概五百多點 那上氣完以後 你看他反彈度 另外就看成家量 我們一般來講 下跌有量 上漲沒量 這個就是反彈波 就價漲量增 價跌量收 就是多頭市場 價漲量收 價跌量增 就是空頭市場 這個量價關係 我們在看那個技術分析裡面大概都會 那最近的我們的量已經大概都是在四千多億 今天稍微多一點 今天多一些 對 如果明天的話 大喊再談上去 你會發覺那個量突然就又到四千億以下 是 你會破底比較暗的 是 反而沒有落跑 你就先落跑 不要別人講你 你就開始就發覺這個量怪怪的 那你就有 再來就看那個台積電 台積電有沒有過今天的九百六十九塊的那個高點 這是我們量價關係 大家可以這樣看 那官寶這支股票 大家再往來看一下 這支股票 從民國七十二年一月六號 是我們天字第一號 我們電資的天字 四十一年來 那官寶有一個好處你知道嗎 四十一年來他EPS都是怎樣 都是正的 都有賺錢 都有賺錢 太了不起 四十一年來都沒有賠過錢 沒有賠過錢 很好的股票 所以我以前每次介紹官寶 我就認為他真的從以前真的很厲害 因為四十一年來電資股第一支 那今年獲利六塊多 明年七塊九 很穩定的獲利 所以我長期以前我在上那個技術文修的話 我都拿當 官寶當例子 因為他是我們電資股天字第一號 那最近的法說會也算 他三半年稍微比較有低迷一點 那現在因為他這一次是在三Q 孤二會一比二Q來得好 還有這個東西 散熱 低價認證 那我們上次的話他不會比較多 是他除息以後大概修正了一段 那我們剛才有講 你只要修正完以後 你法說會好的話 那他就會有大家做一個所謂強勁反彈 這是我們大概對官寶的一個看法 好 威傑迪是他的保護 對而且他長期來講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公司 四十一年來沒有賠過錢 那你對他的評價2303第三家 這家也不錯 這家本來在我們第五大循環是以前的台積電 現在購完以後 現在是台積電最好 可是他來講 因為他最近的話就相對 獲利也差不多 大概四塊 四塊多 五塊多 那目前來講 因為上次就是說成熟自成 有的人大概都講他這個大陸會有稍微一競爭 所以他後來這一次整個談上來以後 就是說每次到一個相對高點就休息 那這一次也是這樣 他法縮位晚以後 這個2Q 這個這一次法縮位裡面採用利用 也有增加到七成 那他這支股票每次只要跌 跌晚以後 他就會有一個殖利率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以前ETF 我買他是殖利率 以他配這個三塊錢 有沒有 你只要五十塊以下 這個就是殖利率 所以像昨天富邦金 富邦政界馬上出研究報告 這個後利是昨天那個富邦的研究報告 我們把他填進來 那目標價他稍微比較保守一點 那目前來講 因為他又到五十三塊 大家看這個前面的壓力區 因為他目標價只給五十五對不對 五十五是很保守 對 五十五就等於說你明天該上去 你就應該先落跑 就跟那個蓮花客一樣 那個凱吉給他的目標價一二二多 有沒有 那一天 華說我也不是有 等一下今天稍微漏勢 所以大家看那個目標價 如果是離現在很近 你今天才這個大量 他預示就說 我今天用我趕快漏大 因為現在我們當作微波反彈 所以這個聯電其實來回做也是很好做 可是他相對的就是說 不像台積電是底部越來越電越高 他是好像好像有在串心低完又反彈 反彈的一個稍微比較弱勢 聯電的型態比較弱勢 對對對 那目前來講 我們經常小時候 超級強 對啊 因為只要飛打用的話 我們小時候經常玩那個機器人一二三 木頭人一二三 有沒有 今天全部 我早上一看滿機器人全部都掌停板 機器人全部都不動了 掌停板 因為他那個東西是剛開始夯的一個行業 所以來講說 像立人 這機器人 有沒有 今天飛打一炸 掌完又要砰了一下 我早上這樣 因為我早上 早上會從1101檢查 你看到這個時候 檢查 我每天都檢查 1700檢查 對 我三十幾人都這樣 從110一直Page到99多 大概有花15分鐘的時間看 對 就是看到機器人全部掌停板 那機器人大概所羅門 所羅門所選 還有那個現在的一個所謂的一些股票 那另外來講 外資有開始弄這個散熱 因為他前陣子疊很多 因為散熱 這個外資的報告認為他的散熱商機有 那美國有一家散熱公司大漲 那些訂單有 所以一般來講 他們推薦齊榮跟酸榮 所以前陣子這個散熱也大概有稍微回一下 因為散熱真的修正很大一段 修正很大一大塊 美國是Vertif最近有在回溫 對對對 那那個所羅門我特別 我很少做那麼短的東西 你看我為了做他就是說 以後這幾年大概所羅門 我們都是機器人的代表做 所以你早上 我都會檢查所羅門 真的長 他一般來講大概都長都回下來 大概是所羅門的線圖怎麼看 還算強嗎還是 他還是 他這邊來講 一般來講就是叫出生段 這樣子叫出生段 沒有EPS 所以來講話 他大盤修正完以後 你看到他修正完以後 每一次都一對一高 這是裡面的機器人最強的一支股票 好 所以代表整體機器人也還有戲的意思 對對管民這一次是不錯 可是好像恰好不叫做 因為他最主要是有管他 應該是他的子公司如果掛門 你應該去買他 如果他有掛門應該買他而已 而且趕快買完又鎖單 買完又 那他也是要每次跌很多 我們要談很少 就是相對的 好 他的線型比較不漂亮 對對對 好 那傳宏的話 一般來講 期望不好意思 你看今年十八塊 明年二十六塊 所以來講其實他的股票 我在做的話 AK線圖是高高在上 對啊 他有修正一大段 完以後 最近你看 照反而看一下他是不是ABC坡 這麼明顯嗎 這明顯 有沒有 這麼明顯 因為我只是覺得他震盪很大 對對 我說我們大阪現在不是A坡 因為股票市場有一個倫理 有的先 漲的會先跌 是 像那個IP的股票 你看那個四星KY 創意就是ABC 那有的好股票是有的剛創新高 那我們大阪現在是先A坡 有沒有 他這個 因為他這個散熱是先漲很多 所以大概有 好 那他這樣ABC完後面還有沒有呢 如果弱勢股的話就會跌五坡 那就很慘 一般都是股 那強勢股 因為我們認為大盤現在是ABC 那到這邊的話 有的會先在前面只跌 再上去 所以這個是我們看整個大盤 那他已經先跌ABC 像那個四星KY有沒有也是啊 穿越也是啊 大概都已經在ABC了 所以我們再觀察一下 對對對 好 這邊非常謝謝杜金榮 杜大師 好 今天大反彈 不過剛剛杜大師把先途攤出來 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位階比較低的 也許他的反彈力道也會比較強 但是有賺到的話 這一波稍微落袋為安 其實對大家比較保障喔 好 廣告回來 我們的古奇小王子視聚終於來了 他來幫我們看一下為什麼呀 為什麼外資今天空單還是繼續的大增呢 不過沒有關係 一樣從半年報來檢驗喔 太弱 劉強 我們到底該怎麼做 好 不要忘記喔 最近很多的美股財報 還是陸續的出爐 坦白講每一家 在當季的財報數字表現出來都不錯 重點就是在未來的展望 那META呢 META跟我們台股的關係如何 因為昨天晚上META是大漲喔 好 視聚 真的很希望可以常常來唷 因為上個禮拜颱風天 也把你給放掉了 對 很難要來的 結果颱風天 我也在家裡很難過 結果風災完了就變成股災 好 風災完變股災 好 那不過其實美股有一些救市主啦 像AMD 昨天晚上回答也大漲 META的狀況也不錯 到底我們要怎麼判斷 因為AI看來還是今年很重要的主軸 今天的反彈有機會延續下去嗎 好 那可能要正一下啦 沒那麼容易都一直持續漲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這波真的是成也AI 敗也AI 好 先看META財報 看META之前先看回答 因為昨天是這個大謀把回答 列為首選股 還有國會的女股神 沒錯 所以回答昨天居然漲了13% 那最近META跟回答是還蠻麻吉的 執行長還可以互換衣服 那META搞不好也跟風漲 因為META講說 執行長也講到說 要買很多這個回答的H100 GPU 來增加他的AI運算力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這個AI到底對他有沒有幫助 看起來是有 因為他講到他的廣告收入是真的不錯 好 我們先看他的財報 那除了說絞書很亮眼的財報 還有很亮眼的財測 所以說盤後股價是大漲 差不多6到7% 我剛剛看大概 6%左右 因為都超乎預期 我們先看一下 簡單看一下他公布的數字 他第二季是賺了5.16美元 比預估的好 然後營收390億美元 也比預估的好 盡力也比預估的好 那估計 其實有時候股價是看前景 對 那他估計是 385到410億美元 那取中值就是397.5億美元 也打敗這個華爾街分析師的預期 因為預期本來是390億美元 所以真的是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說 AI戰隊有沒有機會強勢回歸 好 當然今天大家很開心 台積電 台積電其實這波還算強 因為他連機線都沒有破 他漲了2.7% 好 那再來像跌人真的散熱 今天也稍微做反彈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公布 因為半年報會陸續開出來嗎 那今天有漲得不錯 比如說像這個自貿 今天漲了7.3% 他公布他半年報賺了5.6元 那星星今天漲1.95% 其實星星他公布他的財報是差強人意 第二季 因為不管是毛利率或是他的展望 其實都還好 但是我認為說ABF因為 之前是大擴產嘛 所以可能就是有一點功過於求 但是經過了這幾年的打銷之後 星星也講到 不管是第三季 不管是在AI伺服器 或是AI智慧機 應該都會慢慢的回來 所以我覺得搞不好 星星前一波沒長到 有機會長起來 法人士都看得中立 也有看好的 算是看法比較分歧 我今天把所有的報告大概看一遍 看法對星星是比較分歧 好杜大師從1101開始看嗎 你是把所有的報告都會看一遍嗎 因為早上一定有很多報告可以看 那再來就是永信見公布財報也不錯 那也漲了3.1% 好那我們來觀察一下說 這個先看籌碼 因為最近大家被這個外資的空欄搞得很毛 對因為你看期權也是嘛 對不對 因為就是怎麼樣不降 大跌了也不降 大漲了還加空 對所以說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期權籌碼 外資今天居然又給他加空了4200口 真的 很討人厭 不補就算了 賺錢不補就算了 還給你加空 他給你加空 因為他今天是買超 他今天買超也沒有買很多 160幾億 以400多點來說 加空了4200口 他很有信心認為說這行情漲不動 我覺得外資的想法是這樣 一方面買那買的心不甘情不願 買的少 就給你加空一堆期貨 對不對 他認為行情就是可能長太動 直白一點就是這麼易 對就是這樣子 散戶的話看一下 這個多單都沒退 小台散戶多空比還有正3的奇葩 那多單沒有退的情況下 指數要V轉難度就比較高 那你真的時候什麼時候會轉強 那我就列幾個條件給大家看 第一個外資轉買超兩天 兩天就好 兩天就可以啊 這波我從來沒看到 外資買超兩天 他說這一天 可能就給你大賣 所以很討人厭對不對 標準只有兩天 兩天就可以了 那可是你要再往下看 空單要小於2萬口 這就很難 對因為你 為什麼要2萬口 因為3萬口的話 他隨時再加空又快4萬口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2萬口一下 好吧 因為其實外資的空單 就是以2萬口為基準 他只要突破2萬口 他就是看空 好再來融資要小於3000億 有點難度 為什麼呢 因為從6月起漲的時候 那時候融資是不到3000億的 所以你看這波起漲 到現在拉回之後 昨天融資還有3200多億 所以這波融資 基本上就是看紅 就稍微追一下 今天晚上再看一下 應該又繼續進場中 可能會小小進場 因為昨天有大局進場 今天可能小小進場 對 所以我覺得融資要降會比較好一點 那再來第四個條件是已經符合了 三日不破敵 暫回季線 但前面的是還沒 好那既然 我認為8月台股是屬於震盪 然後可能就是要來回操作的話 所以你要挑一些好股票 用一些條件去篩選 那我認為 首先你要找一個大戶跟著他買 那就是投信 因為這波投信幾乎都是佔買方 那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 那至少他是真的一直買 好那我們是篩幾個條件 第一個投信要買或是400張大戶 他的持股比是增加 第二個第二季營收高成長 最近常常在公佈這個 第二季季報半年報 很容易爆雷 公佈不好馬上跌下來 那如果說他第二季營收是高成長 那合理預估毛利率如果不要掉的話 他的這個第二季的EPS應該不會太差 再來就是要在季線之上 那大盤今天才回季線 那我們找的股票 盡量都是一直在季線之上 代表他是強勢股 你找股票都大部分很強耶 都蠻強的 那就是說 有些的話可能是底部剛起來 有些是都一直都還蠻強 我們就篩幾檔給大家看 比如說 像這個最強的當然就是精彩 就是台積電的 轉投資的封測場 那就是這波台積電子公司 他以他最強 創意就稍微弱了一點 那你看投信真的買很多嘛 買了8000多張 他股本也很小啊 對不對 然後再來看就是像我們剛剛講 這個字帽 他上半年已經公佈了 5.6還不錯 然後再來像是以PCB的話 像鏡像鏡是底部剛起來 最近10天 投信也買了5300多張 好那再來就是連接器的 這波帽連KY跟正林 對那帽連KY真的很強 我們之前來剛好講到這檔 這個可是 對啊 市郡有在推薦的 這檔是非常的標 那我們之前講到說 因為他打入揮達的 揮達的GB200的供應鏈 這個匯流牌的連接器 在台廠 他算是獨家供應 好那帽連也就長多了 那就來看看其他 就是看一下正林 連接器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好那再來營建股 營建股真的是強的 讓人要人老命 真的這樣說 本來以為說他只是說 電子股休息的時候 他電檔演出 電檔演出 對結果今天電子股強 他繼續強 人家要演男主角 對他要男主角 那營建股當然就很多的題材 當然就可能就房價漲 新清安政策 然後預期通膨 再加上 可能股市賺的錢賣賣去買房子 股市漲多會怕 股市跌下來會覺得 早知道就去買房子 對沒錯 所以說營建股 我篩選幾檔是投信有買的 投信有買的 然後第二季營收 基本上都計真 然後投信有買的就是像 冠德 達利 永信建 國產 我們先看這個AI部分 好 金像電 你挑兩檔 一檔是金像電 一檔是正零 那金像電來看 首先你看投信 最近10天是買超5300多張 最近都有買 然後400張大物比例也有增加 那你再從他的股價面來看 他是之前的高點是在280 所以有修正過 修正過之後 出現一個底底高 每個底部都比每個底部還高 而且今天的話是連續三根紅K 最近三根紅K 最近突破了所有的均線 這種最好 因為均線全部糾結在一起 然後六條均線全部往上 那如果說 這個已經打出一個底部了 然後這邊再打一個底部 往上其實就還蠻有空間 那我看了一下報告 這花旗是看蠻樂觀 他看是280 花旗的目標價 回到原本的280 就是280 因為認為他的獲利跟毛利率都會上來 所以這檔算是相對 低檔安全的標的金像電 也是比較傳統的老AI概念 對然後再來看就是陣靈 那其實這波很多連接器的股票很強 因為第一個搭上這個AI伺服器 然後也搭上這個資料中心跟電動車 所以說AI伺服器 這個連接器族群 除了說冒連以外 其實可以看一下這個814C的陣靈 那還有跟輝達有沒有關係 也有 那他的大客戶 就是輝達子公司脈輪科技 還有拿到他NVlink交換器的大單 所以他公司派是講到 他的AI的營收比重 比去年倍增 上看50% 大概45到48% 上看50%那就不得了啦 如果說AI比重拉起來 那勢必毛利率營收也會拉起來嘛 好那再來先看一下 籌碼的話是還可以 因為最近外資是有在進場 投信有陸續買一點點 沒有買很多 至少不是賣超的 至少投信有看上他了 對有看上他就是買一點買一點 萬一寫一份報告 突然大買一人來說 那我們先看一下股價 你看到報告要通知我們 沒問題沒問題 每人都盯著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張股票 之前的話是打出一個漂亮的底部嘛 那最近是往上衝 有跟著貿連一起往上漲 那剛好拉回到前一波 這邊是算是一個支撐區 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算是一個支撐區 那剛好拉回沒有破 而且今天也站回月線 股票要站回月線其實很少 最近找股價你要站回 因為大盤是跌破離月線 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他就是相對大盤強 好那拉回到起漲點的時候 這邊其實佈局是還蠻不錯 因為至少說這邊的支撐 是還蠻穩的 那看未來有沒有機會 再站上最短的這條 就是十字線 上去之後看有沒有機會挑戰前高 我覺得機會蠻高的 好那再來看一下 營建股 營建股因為有些比較 我們找比較穩健的 你剛才講的京城 都已經創歷史新高 一路右上 對相信追了 你可能會心心膽戰 我們找一點比較穩健的 然後也比較低價 比較清零的 低檔我們看這個 冠德 名門的 名門正派 那冠德的話當然就是 百億大岸三重新天會 已經開始交污了 所以法人姑說 上半年應該可以賺到4.99 那今年大概可以賺10塊 那之後還有很多啦 還有很多會這個 完工路障 比如說安慕屋 台北市安慕屋 冠德的信義豪宅 台北市的大紫站 很多啦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股價 坦白說 它不是說很好操作 營建股裡面 它不是說非常好操作 因為它每次衝上去的時候 就會洗洗刷 都會回來 那我發現最近 投信也是買蠻多的 投信對它蠻喜歡 對蠻喜歡買冠德的 那可能有些是這個 ETF買的 那400張 也是往上增加 那這檔我建議操作 它之前的支撐大概在這一區 大概就在季線附近 所以說你拉回到季線 再做佈局 因為它每次追高 它都容易拉回 那這檔就是 盡量是以區間超 目前的話是先看區間 箱形區間 那到了箱形下緣 你再做佈局 不要用追價 那什麼時候再轉強 就是把前高給突破了 這檔就是比較偏 震盪走高的格局 再來看國產 它也算另外一類的這個台積電 概念股 建廠的 對算建廠 因為它 台積電 要用這種高單價 強度的 玉瓣混凝土 所以國產它就是台灣 這個 台北裡面 就是台灣裡面最大廠的 玉瓣混凝土部分 那我們看它的股價 其實也不是說太好操作 不過最近有開始轉強 因為它相形 高檔相形整理很久了 有突破 最近才往上做突破 所以說 基本上你就沿著五日線 十線操作 你只要拉回到五日線 十線 你就可以稍微做點佈局 因為我看不管是 400張大戶 投信 基本上籌碼都是騙多 所以說 我覺得這種股票是比較穩健的 比較穩健的營建股 這兩檔都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那講完了 就是好的股票 強的 對比較弱勢一點股票 因為現在行情 我覺得就是 震盪整理 它並不太可能V轉 那你必須說 你要做點價差 有些弱勢股 你可能反彈 做減碼 換股會比較快 好 這一波應該很多人 也有套牢的弱勢股 等於這一波也要教大家 談上來 其實你應該適度的做換股 對你的資產 才比較有保障的啦 沒錯 因為不然的話 像剛剛杜大師說要做得很好 但是大部分的人 這波其實都做得不太好 大部分可能都跟他做相反方向 這波真的很難做 那我們先看一下一些 我篩選的一些就是說 條件出來 比較弱勢的股票 第一個 法人賣或大戶賣 再漲上來 反彈法人還是賣 大戶還是賣 當然要小心 當然 再來是第二季營收衰退 基本面就不行了 基本面不好 那再來就是跌破半年線或年線 那我們來挑幾檔來看一下 挑兩檔 我們就簡單看現行 當然 第一檔我們先看最近最弱 我今天台股反彈了400點 結果還在破底 就是中華車 當然就敗給政策 有時候 強勢股就是敗給政策 政策面如果有一些 新的規定出來 那也沒辦法 那我們 我們先看一下 那台灣有些新的政策 就是要制定國產化比率 而且是逐年的拉高 那股價的話 就是比較弱勢嗎 非常弱勢 非常弱勢 這個大戶也在賣 所以基本上有反彈 那全部都層層的壓力關卡嗎 如果說能反彈 不管是時日線 或是年線 盡量就是減碼換股 好 再來就是財經 那 以這個 族群來看 就是說面板來看 財經算是最弱的 好 因為友達或是群創 都還有什麼散出型封裝 對 尤其是群創有 大家可能看群創有這個消息 就去搶這個財經 結果就 搶到一個跌破底的股票 那很簡單來看 因為 目前來看 就是說他的營收也不好 歷史新低 第二季 上半年淨損 也是負的0.81 其實蠻多的 法人也是都是賣超 三大法人最近是賣了 五天賣了1.4萬張 那股價的話 因為要跌破票面 跌破票面 他算是一個蠻弱勢的訊號 跌破10塊 那如果說真的能 反彈 上面都是壓力 盡量都反彈到這個 壓力區 稍微做點減碼動作 盡量不要去做攤評 是 好 因為限期段的話 我們持銀寶泰 選擇比較強勢的 弱勢的要早點處理 沒錯 因為都有可能隨時反彈 對 所以反彈是讓大家 可以做弱勢股間嗎 對 這樣太好了 好 這邊 非常謝謝 世俊希望能夠常來 一定一定 好 世俊要提醒大家了 現在剛好是半年報的公佈時間 不如來看一下 假如出現了一些現象 例如說法人大戶 都一直站在賣方 半年報的成績也不理想 那股價往下破線的話 是一個太弱流強的訊號 因為現在大盤的震盪比較大 我們一定要找種種趨勢 都是往上走的 近代 剛剛提到的 如何看待正式轉槍 這時候我們在大局的進場吧 好 廣告回來 風哥要上場了 剛剛有提醒大家 三條龍的策略 接下來買個股你會怕嗎 那我們買ETF啊 科技的ETF 市值型的ETF 還有已經漲上去的這圈ETF 到底要怎麼做配置呢 不看盤也賺錢的風哥 好 風哥 7月當然是一個綠油油了 不要說了 8月現在不太確定 但是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ETF的排行榜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種嘛 債券高息科技市值 配得好 上漲下跌都不怕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呢 在最近這個震盪期間呢 投資人的心態是什麼 越跌越買 因為高息的ETF 今年的配都很高嘛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用年化算很多都超過10%以上 那單次如果是計配 單次都2% 3%這些 所以呢 通常投資人心情就是這樣 只要市場在震盪的時候呢 買這個有息的呢 就覺得很安心 因為股價漲跌了呢 不要看就好了 但戶同現金進來呢 好像有賺錢 所以這是大家的心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看這些00878 0056 00940 你看這些受益人數呢 132萬 109萬 92萬 甚至919 929 這些都是高股息 ETF這一兩年來 真的非常熱的 那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配息率都很高 那但是呢 一定還是有投資人要問說 這時候真的買高股息 就是最好的嗎 如果你要問我呢 在這個震盪階段 倒不一定 雖然我自己呢 也買了好幾檔這個高股息 但是我還是要老實說 在這個震盪階段 我自己的策略是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什麼樣的不一樣 那我們在做ETF呢 因為他是做整個投資組合 所以呢 不是說像個股就看看財報 而是說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應該先看看整體的大面向怎麼樣 所以我幫大家歸納一下 台股現在的大面向呢 有良好良壞 到底什麼良好良壞呢 第一個基本面 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公佈出來 主機總數公佈出來了 5.09% 這個增長率真的是非常強勁 亮眼 真的非常棒 所以經濟這個經濟成長率 對整個市場的影響是好的 那資金面呢 我們來看台灣的M2 就是代表整體市場的資金呢 或是我們說的貨幣供給額呢 他的年增率呢 六月的時候呢 又再回到了6.25% 是不是在6%以上這個時間 是就是在6%以上的是比較少的 因為最高前面這邊還 這邊線圖沒有畫出來 事實上他是這樣下來 現在又上去 所以整個資金面來看呢 是非常好的 對市場 也就是說資金活水其實沒有缺 只是信心有沒有的問題 好兩個好了 對那現在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雖然台灣不會降息啦 因為現在看起來 央行沒有要降息的答案 對那至少美國9月 降息機率是非常高的 這個現在應該已經沒有 什麼人在吵架 就是大家普遍都有這個看法 這是兩個好的部分 就是台股的良好 那兩壞呢 籌碼面這確實就是有點小分 外資就不捧場啊 外資7月賣了3500多億 那我們知道 當市場上籌碼凌亂的時候呢 股價你要連續上漲就很難 所以但這個市呢 我覺得也沒有太恐怖啦 因為目前來看 也不到這種很恐慌程度 只是說 外資把籌碼丟給散戶了 然後散戶接下來 散戶本來就是信心 比較不堅定的一群 那需要一點時間 來讓這個籌碼沉澱 那但是就整個的目前 短期面來看 他就是壞 那這個沒有辦法避免 那平價面呢 我們說嘛 股價漲多就是最大的利空 那平價面怎麼樣 我們看7月底 大盤本益比是20倍 那今年呢 因為實在是漲太多了 所以整個本益比 都相當高 我們來看喔 2022年4月的時候 那大盤大概差不多在 17000點上下 那時候本益比是12倍 那現在呢 已經跌回了22000點左右了 本益比還有20倍喔 你看跌了2500點下來 本益比居然還有20倍 那高本益比階段呢 市場的信心就會稍微弱一點 那這就是所謂壞的地方 所以整體面呢 我們來看就良好良壞 所以我的觀 我的想法是 總結來說 8月我覺得盤整幾率是比較大 但是我沒有那麼悲觀啦 我認為這個盤整 還是沒有那麼弱勢啦 那我覺得操作的整體對應策略呢 我的方法是高出低進的箱型操作 那哪一些是來箱型操作標定呢 就是一些ETF 市值型的ETF 或者是一些比較會波動的全值股 因為今年有一些全值股都很會波動 是 因為你如果不波動呢 就在箱子裡面就沒有操作空間 對好 這個是我的大方向 你有三條龍喔 不要忘記三條龍 這個三條龍 這個就是我的箱型操作策略裡面呢 我把它歸納了三個區間 三個對應的策略 那我先寫出來 我們來賣個關子 我們後面再講 對我們後面好好的細講 對 因為我要先跟大家講就是 前面的觀念良好良壞 那現在就是整個的配置跟方法 那我們剛才講嘛 前面就講說高股息 高股息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依我的作法呢 就是它是屬於我的常見部位 那我原則上是報股不賣的 那今年前面因為漲太快 所以我今年前面領到了股息呢 我就是不加碼 放在銀行裡面等著 先把它存成定存 那最近不是開始急跌了嗎 我這個股息就開始拿出來了 股息開始在加碼 那我特別學的幾檔呢 我覺得今年表現都算相對強勢 因為今年高股息 其實沒有像去年那麼強 但這幾檔算是還蠻不錯 像00915 00713 00930 這個給大家參考 那科技型ETM其實是今年主角 因為大家都是高含積量的 含積量高 那你看在0052 大家都含積量都六成多了 對對對 今年報酬真的很高啊 41.8 這個是已經是跌下來 還有41.8% 那我自己在這個的策略上呢 我就是今年都自己採取高出低進 像之前在這個比較高檔的時候呢 這些科技型ETM我就賣掉了 那如果在低檔的時候呢 我有可能再接回來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等一下我們再進一步 再用這個三條龍策略的時候可以講 那40型ETM呢 其實因為大家台積線都太多了 所以它其實跟科技型的有點接近了 因為整個就是台積線影響大家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 一部分的科技型的ETM 就是它還蠻有波動的 今年表現也都很好 那我自己在這上面操作策略就是 它是我的長線部位 可是呢真的漲太多的時候 我也沒那麼傻 我也是會賣的 但因為呢是長線部位 我也不會把它全部賣光 我的原則就是 如果漲勢太過積極 那麼多人想要搶 我手中的ETF的時候呢 你就給它吧 我還是會給他們一些的 但是最多不賣超過一半 一半是我給你一半是我的原則 剩下一半我還要自己留著 因為希望它長期的漲上去 那最後是債券型ETF 是最難的部分 原因是呢 為什麼最難 它那麼單純的東西 對但是因為這 因為大家太早就開始說 聯準會要降息 已經講了一年多 他都不嗆 但現在真的變貴了 現在終於 我想我講的難是只說 好不容易終於 這一次真的看 看起來是真的 那我們也看說 因為你如果看它報酬 應該前面這個是公司在 後面這個是美國長期 20年在 事實上它到今年為止 寒息報酬也還不高 也就是 看起來好像最近稍微熱一點了 其實呢 才剛剛開始起點而已 其實今年它基本上沒什麼漲 那我自己在這上面做法是 因為我是偏積極型的操作人 所以一般的時候呢 我不會持有太多債券ETF 但是如果市場的利率趨勢 很有利的時候呢 那我會把它納進去 那下面這個我只是 另外這兩檔是提供給大家 主要是因為呢 今年如果你單純去看高股息的ETF 你一定會覺得 看起來怎麼漲得很少 可是呢因為你知道我們投資高股息 是一個比較長期的 那它去年因為都漲得比較多 所以如果把 我是這邊是抓今年以來的 那這邊是抓過去一年的 也就是說12個月的 所以你看這個00915呢 過去一年 一直都是績效王 對對對 它現在是40 它過去年是41% 然後這個00930是35% 那台股的大盤寒息報酬呢 這一段同時間是32% 所以即便是高股息這兩檔 在過去年都還是贏 打敗大盤 對還打敗大盤 這是相當不容易 接下來我就要講到我們剛才說了這個 三條龍的策略 因為原則上是這樣 我認為現在是在一個箱型的階段 高低點大概在這裡 那低點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21,900點 這是一個低點 那高點大概是在24,400點 這剛好是一個箱子 那我再把這個箱子呢 化成三塊 等於是我再多了兩條線 再混成三塊 那分成這個三條龍的區間 那三條龍呢 三條龍是怎麼來 其實這個也不是什麼很神秘的事 因為其實它是從易經的概念 易經還不神秘啊 對 三條龍是怎麼來 其實這個也不是什麼很神秘的事 因為其實它是從易經的概念 易經還不神秘啊 對 沒有然後呢 就被金庸寫五小小說的時候拿進去了 又有金庸 對然後它就發展出了這個五小小說的招式 在這個下面這一塊就是21900點到22750 這塊呢叫建龍在田這個區域 它其實呢 它下面其實就是一個龍的概念 本來龍是在水裡面的 那叫潛龍勿用 就是它還沒有長大 力量還不夠 所以它需要冒出頭 等待冒出來的機會 那建龍在田就是呢 它剛剛爬上了地面 有一點力量 那象徵什麼呢 多頭現在開始有一點力量 就是如果我們的這一波呢 沒有再被殺下去 多頭有力量呢 再站上這個季線 這個附近的位置 能夠站穩的話呢 即便我們不預測它 我們只是看它能不能站穩呢 那進入這個階段呢 就是多頭一個新萌芽的階段 那新萌芽階段呢 它就有機會可以去往上挑戰 那通常我會把在這個地方 就是設定為是我的ETF的買點 那這個相機操作買點會買什麼 我剛才講要有波動 那哪些有波動呢 現在就市值型跟科技型是有波動 那這個時候不是買高股息的時候 高股息你可以定期定額買 可以拿你的股息去加碼買 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要在這個 震盪區間做操作的話 那科技型跟市值型是比較有波動 比較好的 優先選擇 對優先選擇 那接下來到進入到第二階段 叫龍戰於野 它大概是在22750到23550這邊呢 你翻得很細呢 風哥 因為這個是每個區段都很重要 那這個區段為什麼叫龍戰於野 就是這個階段是兩個勢力在對抗 而且沒有勝負的階段 兩個勢力在對抗 就是說如果在股市裡面呢 就叫多空機戰 而且你看不出誰是贏家跟輸家 如果你在下面沒有買到 你到那裡就觀望 你不應該買進 是 它就是屬於一個不動觀望最好的階段 好 那到第三階段 我們說它到了抗龍有偶悔階段 我們說逼近這個2440點的這個高點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設定它是一個箱形嘛 我們認為它不會過 因為我們認為它現在箱形區間 所以越接近這個24400點這個高點的時候呢 就要注意了 你知道 就是要知道見好就收 因為呢 在易經的概念裡面這個叫急勝而衰 在反彈的 如果我們視為它這是一個區間的反彈的話 那急勝而衰這件事很重要 你如果 可是呢 通常你會在急勝而衰階段的時候看到什麼 市場開始熱絡了 大家心情開始肺了 每個人都樂觀起來了 對然後大家都覺得要創新高了 但說實在話創新高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我們過去兩年都太容易看到創新高 可是坦白說 像連續兩年都漲了二三十趴 其實大盤要再繼續大創新高 沒有那麼容易 不是說未來不會有更高點 會有 但我們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可能終極要休息一下 讓企業的獲利跟上來 讓投資人的心情上來 最重要是要讓投資人的成本上來 這個階段就是 你一定要注意它有可能轉折 那通常如果這個震盪區間呢 多幾次的話 你有可能會做到好幾次 當然如果是長期報的人 就會比較不開心 可是我們知道 其實股市呢 大部分震盪區間比較多 真的是持續上去的反而比較少 剛剛杜大師蠻開心的 來回座 來回座 其實我覺得老手很喜歡來回座 因為可以做好幾輪 那我自己是這樣做 我根據這個原則 我自己今年就是這樣做 大盤跨過兩萬兩千點之後 我就是慢慢往上賣 心情好就賣一點 看到漲很開心就賣一點 那我 如果大家想要有個標準 你可能漲兩三趴 你就賣一點 那我會搭配KD指標 那通常我自己比較喜歡用的是K值 因為它反應比D值快 然後它如果在50以上呢 就是短線動能會比較強 只要沒有跌破50呢 我大概都會 就算要賣也不要賣太多 但是我自己之前有列出一個警戒目標 是兩萬四千點 那這個之前我在節目上也有談過 就是兩萬四千點是一個警戒目標 那越靠近我就會多賣 那賣出的股票我做什麼呢 就是這些資金呢 我基本上是拿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轉進債券ETF 那其他資金就是留著股票加碼操作 這是我自己的配置的方法 你自己的 對我自己是一個稍微積極一點的人 那我原則上呢 就是市值型的ETF呢 我是保持50%到60% 這是我今年的配置目標 每年會有一點微微修正 那今年的 那債券型呢 我的目標就是配到大概15%上下 我也不再多也不會比較少 因為債券開始有一點利益 又可以保護一下 萬一股市如果狠狠殺回來的話 那基本上利率趨勢又有利 那所以我債券是15% 那科技型呢 因為很好做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三條龍的操作 所以保持一點讓他做彈性的來回操作 高股息型我基本就不賣 那就是只有股力要不要及時加碼 那我另外呢 如果是比較積極型的人呢 我建議他可以比我更積極的話 他就是科技型可以拉到25% 那市值型是45% 那倒是我覺得比較多人 應該看一個這個是保守型 比較多人看保守型 我覺得觀眾應該沒有那麼多 因為不同的那個投資習性 其實我覺得市場跌的時候 保守型就變多了 市場漲的時候 全部大家都記憶 那現在因為市場在跌 很多人都說 我想要保守 我保守 那因為現在呢 是一個很特殊的這個 就是說在長期來看 利率很少 少見的這個高利率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很保守的話 我覺得債券型的ETM 你可以拉高到50% 都是沒關係的 因為搞不好 萬一市場股市真的不好的話 結果變成你最賺是有可能 那市值型就保持30% 那高股息型就保持20%就好 那這是我給大家的建議 好 不過呢因為剛剛有提到 債券可能9月真的要降息了 好 所以如果想要希望賺到 降息財的朋友 債券要多步一點嗎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 以我來講是因為 我沒有那麼賣債券 所以我大概 而且我從去年 就開始慢慢買 去年我先買公司債 今年就開始買 以美國國債為主 因為美國國債呢 主要就是反映利率的變動 那公司債呢 主要會反映公司信用 所以它的利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既然現在要看的是 利率變動的話 那當然美國的長期國債 現在就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去看 尤其是它的這個 那到期的時間呢 比較長的 就越長的 等於是那根槓桿 這個頻率程序時間 越長的 那根槓桿就越長 那每波動一個百分點的利率呢 它的這個槓桿效率就越大 這個可以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好 大家參考 想要賺債的價差 可能公債和長天期為主了 好 這邊非常謝謝風哥的解說 好 風哥雖然平常不大看盤 但是這一波因為有下修嘛 難免多看了幾眼 多看了幾眼 幫我們分成三個階段 而且有提醒 我們一般投資人 在相信真理的中間的時候 反而最容易陣亡 所以根據自己的屬性 把ETF配置起來 不管大盤如何的波動 相信您都會是一個大贏家 好 今天有多位來賓來到現場 今天台股大反攻 但是反攻的過程中 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所有來賓幾乎都希望大家 能夠做到太弱流強 至於哪些弱哪些強 半年報陸續公布中 一定要持續的觀察 也希望今天的理財團秀 對您投資有幫助哦 明天再會了 拜拜